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我想从暑假回来之后 从美国回来之后 神就把这样一个信息放在我的里面 危机总动员 讲到台湾正在一个关键的时刻 在这个关键时刻 神呼召关键的少数 就是神的教会 神的百姓 我相信这个时刻 教会扮演的角色 是神在这个季节当中 要对教会所说的话 所以盼望我们整个教会 我知道我们在一些改变当中 我们的山庄 但是不只是我们的硬体在改变 我们的软体也要跟上神的工作 所以我想要延续 这个危机总动员第三的一个 之前的分享 我们进到第三篇 其实来看的是 自卑的基本功 当我们要一起兴起 当教会要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 自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基本的动作 也是我们祷告每一次 最重要的一个核心 我们来看这几周 我们在看的经文 历代之下第七章第十四节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 请 我想这段经文里面讲到什么 这称为神名下的子民 就是教会 如果是自卑 祷告 寻求神的面 转离我们的恶行 神的应许是 他必从天上垂听 赦免他们的罪 赦免我们的罪 医治我们的地 所以神给教会 何等的一个权柄 当我们正确的回应 神的应许是什么 他要医治这块土地 可是你看这个回应 第一个动作是什么 是自卑 自卑的英文是 humble yourself 这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 不是我们认为的那种 他很自卑 不是这个讲到的是 我们自己谦卑 自己主动谦卑 你知道谦卑也有被迫谦卑 但是神要的一个态度是 主动自己降服 主动谦卑下来 所以自卑 才进到祷告的里面 有的时候我们是 自高 自满 自义 进到祷告的里面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神要带领他的教会 回到一个真实的 谦卑的里面 我们一定要问一个问题 很多人都是在 谦卑里面开始 英文叫做 humble beginning 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人物 他的开始是谦卑的 可是为什么在 谦卑的过程当中 从自卑 变成自满 从自卑 变成自义 自高 发生了什么事 我想我们每一位基督徒 都知道谦卑的重要 可是为什么谦卑 却常常是 最困难的 最挑战的 我们之前也提到保罗在 哥林多 后书第十章 第四节跟第五节 这边讲到说 我们征战的兵器 本不是属血气的 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 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 将各样的计谋 各样拦阻人 认识神的那些自高知识 一概攻破 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 使他都顺服基督 这边说我们要攻破的坚固营垒 这边说我们的属灵战场 是在哪里 是在思想的里面 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 对不对 然后这边说 这个坚固的营垒 是透过什么 各样的计谋 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 什么 自高知识 你们有没有 我们需要明白 就是在我们的思想的里面 有拦阻我们继续认识神的 自高知识 而且这些自高知识会累积 甚至可能一开始没有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在跟随神的道路上面 我们一开始的认识 一开始的渴慕 有的时候会停滞 我们不再继续渴慕 一开始的依靠 一开始的依赖 慢慢从依靠神 依赖神 转向 依靠自己 依赖自己 今天我们主要要读的经文 我们要来效法的对象 是主耶稣 保罗在菲利比书第二章 他在教导菲利比教会的时候 用耶稣的榜样 来教导他们 怎么样存心谦卑 我们来看菲利比书第二章 第三到十一节 菲利比书第二章 三到十一节 这边说 凡事不可接荡 不可贪图虚服的荣耀 只要存心谦卑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须己 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只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将他身为至高 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造一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 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 无不屈膝 无不口称 耶稣基督为主 使荣耀 归于父神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既然天父 我们来到面前 上帝献上感谢 主求你帮助 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样 谦卑下来 是自己主动的谦卑 不是被动的 透过环境 透过压力 父神求你来 圣灵把我会使你 赐下智慧和启示 临在我们中间 使我们能够真知道 主耶稣基督 后过他的榜样 让我们明白 什么叫真正的虚极 这时候我们也拿起 你给教会的权柄 奉主耶稣的名捆绑 在我们当中 一切使我们心思意念 没有办法专注在 你真理的黑暗权势 我们命令 这一切的黑暗权势 从我们当中 完全地离开 将我们所有的心意夺回 顺服基督 感谢你耶稣 祷告奉靠绝处的圣灵 阿们 这边保罗在 教导菲利比的造会 他说凡事不可结党 不可贪图 虚浮的荣耀 只要存心谦卑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这边讲什么 不要贪腐虚浮的荣耀 只要存心谦卑 谦卑弟兄姐妹 我要告诉弟兄姐妹 谦卑不是什么 谦卑不是一个外在的一个样子 很多的时候我们想要的 我们觉得那种谦卑 谦卑跟你外在的表现 没有直接的关系 跟你的服装仪容 也没有直接的关系 跟你开的车子 住的房子也没有直接的关系 谦卑也跟我们华人的 传统的这种很客气 不是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 你做你做 这都不是 圣经上说的是什么 是纯心 谦卑是在你的心里面 在你的思想的里面 跟外在的样子 没有直接跟绝对的关系 他说只要纯心谦卑 然后接下来他讲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这边非常有趣 他在教导纯心谦卑的时候 他说个人看 你就发现一件事 可能当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别人比我们强 可是为什么 我们为什么 这种骄傲 会使我们从 谦卑到不谦卑 从自卑到自满 因为都跟我们怎么样 看有关系 简单来说 你知道 谦卑可以这样解释 或者是这样说 你知道我们里面 都会有一个关于 我是谁的故事 换句话说 我们怎么看自己 我要怎么样看别人比自己强 就是我里面在讲 关于我的故事 决定了我看自己是谦卑的 还是骄傲的 所以当保罗用耶稣做例子的时候 你来看 你看 他说 你们当以基督的 耶稣的心为心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 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极 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子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OK 好来 这边说 他本有神的形象 却不以自己与神的同等为强夺的 OK 世界的逻辑跟价值观 注意听好 世界的逻辑跟价值观告诉我 当你拥有的越多 你配得的也越多 你应得的也越多 你能够享受的特权 也相对的越多 所以为什么当你没有的时候 谦卑很容易啊 可是我们的问题来了 是当我有的时候 当我有的时候 我看自己 就觉得我可以强夺一些东西 因为是我应得的 因为是我配得的 弟兄姐妹 神不是要我们不要拥有 可是你要知道拥有的目的 神不是要 神不是不要赐福给我们 可是你要知道 这些祝福临到我们的时候 神有他的心意 所以他知道自己有 可是做了一个选择 反倒虚极 取了奴仆的形象 世界的价值观是说 当你拥有的越多 这越多 等于是你配得的也越多 应得的也越多 特权也特别多 可是在这里 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是 当你拥有的越多 给予你虚极 舍下的机会也越多 换句话说 神荣耀 你知道我们常讲荣耀神 对不对 我们把一切的爱戴 尊贵荣耀都归给神 你有没有想过 你的尊贵爱戴荣耀 是从谁来的 你知道把荣耀归给神 就好像是我把钱 给郭台铭一样 你懂那个逻辑吗 因为荣耀是他给我的 的目的是什么 让我可以来荣耀他 所以这边说什么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须己 取了奴仆的形象 利用姐妹 我要告诉你在神国里面 最尊贵的位置 最尊贵的位置 这边说什么 我要告诉你是奴仆 最尊贵的位置是奴仆 为什么 你看耶稣怎么说 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3章第11节 他这样说 你们中间谁为大 你们中间谁为大 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 凡自高的必降为卑 自卑的必升为高 是你们中间谁最大 我跟你讲 最大的位置在神的国度里面 是用人 是仆人 为什么 因为耶稣来 不是要来 接受人的服事 是来服事人的 问句话说 你的伟大 神要你伟大 你的尊贵 你的荣耀 不是为了荣耀你 尊荣你 而是让你 用这样的尊贵 这样的荣耀 这样的拥有 来服事众人 来荣耀神 但是我们说 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就是我们怎么看 那为什么 从没有到有 我们对自己的看法会改变呢 因为真的 人 我们必须要诚实的说 人真的很有趣 当你没有的时候 你谈的故事 关于你的故事 跟你有一天 拥有的时候 你谈关于你的故事 是很不一样的 在圣经里面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在旧约里面 生命记 生命记第八章 我们来看第二节到第三节 这边其实也讲到了谦卑 只是它中文的翻译 你没有办法看出来 因为它翻成苦练 第二节这样说 你也要纪念耶和华 你的神 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 是要苦练你 原文是 要使你谦卑 To humble you 试验你 要知道你心内如何 啃守他的诫命不肯 他苦练你 任你饥饿 将你和你列祖 所不认识的玛纳 赐给你吃 使你知道 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耶和华口里 所出的一切话 我们跳到第十一节 他说你要谨慎 免得忘记耶和华 你的神 不守他的诫命 典章律例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恐怕你吃得饱足 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 你的牛羊加多 你的金银增添 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征 你就 心高气傲 忘记耶和你的神 就是将你从埃及地 为奴之家领出来的 引你经过那 大而可怕的旷野 那里有火蛇蝎子 干旱无水之地 他曾为你使水 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 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 不认识的玛纳 赐给你吃 是要苦练你 这个苦练是要让你谦卑 试验你 叫你终究享福 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 谦卑 才能够使我们终究享福 恐怕你心里说 这货财 是我力量 我能力 得来的 弟兄姐妹你看见 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从为奴之地 在旷野当中 神引领他们 在旷野的里面 为了要使他们谦卑 所以圣经上翻译 是用苦练 对不对 要知道他们心内如何 肯守他的诫命不肯 他使他们谦卑 认他们饥饿 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 给你吃 使你知道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 所说的一切话 换句话说 在旷野里面 他们只能够完全依赖神 依赖神全然地供应 他们唯一可以生存的方式 就是透过神的供应 这样的一个 你说磨练也好 是要让他们 主要的目的是 终究享福 可是什么样 可以让他们终究享福 其实是让他们学习谦卑 那你说 这个跟 这怎么样操练谦卑啊 因为他说 他说你要谨慎免得忘记 要还你的神 不守他的诫命 典章律力 为什么 因为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当你进到应许之地的时候 你会经历饱足 你会建造美好的 美好的房屋居住 你的牛羊会加多 你的经营会增添 并你所有的 全都加增 可是这个时候的你 会心高气傲 忘记夜花你的神 就是忘记过去 在维奴之地 埃及地 领你出来 然后引你走过 这个可怕的旷野 有火蛇蝎子 在无水之地 他要供应你全员 给予你马纳 因为恐怕你心里会说 这货财 是我力量 我能力 得来的 我要说的是 在这里你发现一件事 神在提醒以色列百姓 就是当你经历过这一切 你不要回头看 有另外一个版本的故事 出现在你脑海里面 因为这些祝福都会临到 会有自己的房子可以居住 会有牛羊的家增 甚至经营的家增 都会临到你们 可是当你回头看 这个旧熟的故事 这个旧熟的历史 你不要看错 因为你一看错 你就没有办法终求享福 可是弟兄姐妹 我们必须要诚实地说 我们常常看错 有一种 有一种智慧 叫做回头看的智慧 弟兄姐妹 我要告诉你 回头看的智慧 不是真智慧 什么叫做回头看的智慧 就是当你有某种类型 世界定义的成功的时候 人们就会来问你说 你到底做了什么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结果 然后因为你要回答他 所以你就回头看 你到底做了什么 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你尝试用什么 一个因果关系 我做了什么 当时面对到什么样的艰难 我做了一个什么样的选择 然后 那你知道这种书都叫做畅销书 对不对 名人传记 成功人士 然后出版社要出的时候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就是 真的是 你买了这些书之后 你照着他所做的 里面所讲的回头看智慧 去做一模一样的事 结果还是没有一样的结果 因为我告诉你 当时一定有很多人 跟他一样 做一模一样的事 做一模一样的选择 可是没有成功 你知道这种 讲故事的方式 其实是我们最大的一个 诱惑跟试探 在我全职服事的 19年当中 如果在我的事工里面 有任何可夸耀的 很多人说 训证牧师 你这样的一个策略 你这样的一个安排 你这样的一个怎么样 我要告诉你 我诚实地告诉你 大部分 大百分之九十以上 发生的过程 大概是这样 那个接下来 要不要做这样的一个改变 我不知道 好像 神有这样的一个代理 你觉得呢 好像也是这样子 你平安吗 你平安吗 不太知道 我们要不要试试看 好 好 我真的要告诉你 一个跟随神的人 神总是 神总是会让我们看起来 远比我们 真实的样貌 更有智慧 更聪明 更体面 很多很多 因为我诚实地告诉你 回头看的时候 如果我们一不小心 我们就会变成 名人传记 回头看 诶 教会这样的一个增长 诶 牧师你们做了什么 我告诉你 那个时候其实我就看到一个问题 因为你知道 当你去特会的时候 人家就是要你去分享嘛 对不对 教会增长也好 教会突破也好 怎么样 可以有一个新的改变 传承 组织架构的革新 那你就发现 很多的时候 我们最大的一个诱惑是什么 要听起来很有智慧 要讲起来 感觉很体面 我们就会回头看 把很多不是当时真正发生的事 拼凑成 一篇我认为的故事 好到最后我们会说 得或财 是因为 我的能力 我的智慧 因为如果真正要分享的话 其实我告诉你 三分钟就讲完了 那时候我不知道要做什么 我就跟同工们一起祷告 然后领受的当下 也不太确定那是不是神 但是因为是我们集体领受的 就硬着头皮给它上了 然后后来 哇 你说我真的告诉你 大部分在我们回应 认为回应神的开始 都不知道会有那些结果 可是常常回头来看的时候 感觉很有智慧 我告诉你 那时候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这一定是 神让我们走的 因为你被邀请去讲演习会 去讲特会 人家想要知道秘诀 然后你就说 我不知道 其实我什么都不懂 我都不明白 我就只好紧紧抓着神 然后三分钟就讲完了 可是我要告诉你 真正的故事通常是这样 所罗门王的开始也是 我不知道 我不能 我怎么能够治理 我哪有这样的智慧 所以我跟你求 一个聆听的耳 让我能够听见你说话 每一个都是这样的开始 可是不知不觉 当我们拥有了一些 人所认定的成功 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脑海里面的版本 这个故事的版本 就开始听起来越来越有智慧 越来越知道我们在干什么 所以主对以色列百姓说 恐怕你哪里说 心里说 弟兄姐妹 问题不在获财 问题不在祝福 是你怎么看你所得的 你所拥有的 我们回头看的时候说 啊 是我力量 我能力得的 为什么一开始的版本 跟后来的版本 那么不一样 你知道你为什么看别人 比自己强那么难 你就说 我就是看他 没有我强 是你的看出问题 因为你再怎么看都觉得 这获财 是我力量 我能力得来的 所以你看 耶稣这边说什么 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须集 取了奴仆的形象 他本有神的形象 他拥有 可是他的拥有 并没有让他 没有办法 自己谦卑下来 你知道吗 刚才我们所读到 生命基地八章那段经文里面 说神带领他们在旷野 是为了让他们学习谦卑 试验他们 让他们明白一件事 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 还记得当耶稣 要出来服侍的时候 他被圣灵引领到旷野 受了试探 对不对 第一个试探 就是魔鬼诱惑他 因为他四十天进食完之后 饿了 就像以色列百姓在旷野 饿了 所以魔鬼来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你吩咐这个石头 变成饼 那耶稣的回答说什么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 口里所说的一切话 耶稣有没有能力 把石头变成饼油 耶稣所面对的需要是什么 是饥饿 这个饥饿是正常的欲望 在耶稣所有的能力当中 所有的资源的里面 他需要做一个选择 是为了我的肚腹 为了满足我的欲望 照着我的旨意来做 还是我的人生 我真正的需要跟满足 是神的话语 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真正能够满足我的不是饼 我也不需要用这个来证明我的价值 弟兄姐妹 很多的时候我们用的是拥有 来证明我是谁 拥有来证明我的价值 我的身份感 我的满足感 为什么会想要有 应得跟特权 就是我要你认出 我的价值 我的身份 是不一样的 我都还记得 那时候刚回台湾 全职服饰的时候 常常在很多的大型特会当中 他们邀请我做翻译 有一些是我们自己举办的 有一些是外照会举办的 我都还记得有一次 在台大体育馆里面 另外一个照会在办 所以他们动员的是 他们弟兄姐妹 那知道当在台大体育馆里面 有一边的电梯 是会员不能 就是是一般弟兄姐妹 不能够搭的 那是给奖员 或者是 然后他们就会有人 守在那个电梯 那你知道 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时候 不知道我知道为什么 然后我就很喜欢 去搭那个电梯 然后人家就会说 对不起 不能搭这个电梯 然后我就会跟他讲 我是翻译 然后说 对不起 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种感觉 就是有一种爽 可是我就巴不得 你知道我是谁 你知道 我是不一样的 我是可以搭这个电梯的 我最近常分享关于电梯的故事 可是你发现 其实我们常常会有一个需要 需要被认出来 我要证明我是谁 证明我的身份 我怕你不知道 我不是太平洋堂的牧师而已 耶稣说 面对试探的时候 他说 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的一切化 上次我们谈到在耶利米书那边提到 神的百姓离弃了活水的泉源 因为他们着出 那个会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 当我们从别的地方去寻找我们的价值感 满足感 身份感的时候 弟兄姐妹 你需要知道的是 我们已经离开了活水的泉源 耶稣在说的是 唯一可以满足我们的 是他口里所说的一切化 所以保罗在教导 菲利比的教会的时候 他说你看见主耶稣没有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须集 取了奴仆的形象 弟兄姐妹 我要告诉你 在教会也好 在神的国度里面 最尊贵的身份 就是奴仆 不是主任牧师 主任牧师如果大 是为了要做众人的用人 因为耶稣的众人 因为耶稣的伟大 让他来服侍众人 耶稣的伟大 使他可以卷起袖子来 为门徒们洗脚 这是主耶稣的榜样 弟兄姐妹 自卑不是那种贴 不是那种贬低自己的价值 是你在基督里面知道自己的伟大 却仍然愿意 虚极 说 真正的伟大 不是为了要服侍我 真正的伟大 不是要让你认出 因为我知道我是谁 所以 我可以服侍 我可以摆上 没有任何的服侍 是太low的 弟兄姐妹 我要再说 问题永远是出在你这里 到底是哪一个版本的故事 我们最后要来看 保罗的版本 保罗怎么说 保罗在菲利比书后面 在菲利比书那边第三章 他说 要比吗 我也可以 我讲给你听 学经历背景 出身 都可以 我也可以靠肉体 如果是别人想 他可以靠肉体 我更可以靠这个 我第八天受割离 我是以色列族 变南明支派的 是希伯来人 所生的希伯来人 就律法说 我是法利塞人 就热心说 我是逼迫教会的 就律法上的义 我是无可指责的 只是我先前以为 与我有损的 对不起 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 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 有损的 不但如此 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 因我已认识我主 基督耶稣为至宝 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 看作粪土 为要得着基督 保罗在说什么 从学经历背景 从血统 我也可夸耶 可是他对这些 所有的背景 他的版本的故事是什么 他依靠的不是这个 他的身份感跟价值感 不是来自于这个 他说过去这是 以我有益的 现在我当作是有损的 所以当他谈到自己的时候 你知道 他对哥林多教会说 在众使徒当中 我是最小的 坦白讲 以他的学经历背景 写了这么多 在新约的书信 他称自己在使徒当中 是最小的 你看见到他看别人 比自己什么 比这样 那关键是什么 他说 因为我已认识我主基督 为至宝 我已认识主基督 为至宝 我为了他 我把万事丢弃 看作奋土 为要得着基督 弟兄姐妹 不是学经历背景 不好 也不是说 现在我们就不需要学习 而是这些 没有办法给我我的价值 这些没有办法 给我我的身份 这些也没有办法 给我我需要的安全感 所以从这个角度 那些都是奋土 那些没有办法定义 我是谁 所以谦卑不是 轻看自己 藐视自己 贬低自己 不是 我要告诉你 真实的谦卑 保罗在这边所说的 它是最大的奖赏 人生最终极所追求的一切 就是认识 基督 当你在看你的人生的时候 你看见到的是 你得获彩的能力 还是看见你 与你立盟约 使你可以得获彩的神 保罗回头看 他说我看见的就是基督 所以他说现在活着的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在我里面活着 我如果做对什么 真的没有可夸口的 因为我真正夸口的 其实使我是逼迫教会 所以你发现他在夸的是什么 主耶稣的十字架 他就是这样的拯救我 医治我 恢复我 所以你知道保罗当他介绍自己的时候 不管是在很多的书信的里面 他介绍他自己不是使徒 他说我是主基督的仆人 保罗 蒙招做使徒 使徒不是他的身份 仆人是他的身份 使徒是神呼召他去做的 我们怎么样 让我们每一次的祷告 是回到 主耶稣你是我生命的唯一 你是我生命的主宰 今天不管 是我什么都没有 或者我拥有的是丰盛 富足世界的掌声 我仍然是主基督的仆人 当我回头看我的人生 我看见的 不是我的智慧 不是我的能力 我看见的 是主基督的救赎 恩典 在我生命的里面 六姐妹你要知道 怎么样能够活在谦卑里面吗 成为一个感恩的人 成为一个数算神恩典的人 我要告诉你 你真的 你算着算着 突然会发现 嗯 我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聪明 我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有智慧 当别人夸奖你的时候 其实你很清楚知道 这都是恩典 这都是恩典 过去这一年半 其实我们看见 赵会有很多的改变 我们才刚刚结束 过去的两天 是我们全职传道同工的年会 每年一次 我要告诉你的是 过去我们所有 做对的 真的跟我个人 没有太大的关系 是我们团队 一起聆听 我非常相信 集体聆听神的声音 我非常相信 我们每一个人 在团队当中 都需要操练来聆听 而借着团队 彼此查验 因为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 神口里 所说的一切话 而且不是我个人 听得见 我需要我的同工 跟我一起来聆听 因为如果有 做错任何的选择 通常都是我一个人听 所以你知道 我常常在带领团队的时候 我不会说 我们 我接下来要怎么做 都是我们 团队 不只是我们牧羊的团队 也包括我们的信徒 领袖的团队 我们的知识的团队 因为我们知道 真正在带领教会的 是神自己 这是为什么我相信 我们每一次的祷告 是从自卑开始 当我们愿意自己 这样违背 神会使我们升为高 你自己升为高 神像说他阻挡 骄傲的人 有一种谦卑 不是自动的 不是自发的 是神把你压下来 但是是为了爱你 求神帮助我们 学习谦卑跟祥福 我们一起站起来吧 我们一起来回应神 我不知道 今天神透过这篇信息 在对你说什么 而是神在挑战 我们的弟兄姐妹 在你头脑里面 是哪一个版本的故事 是一个尊荣你版本的故事 还是尊荣神版本的故事 今天选择 自己谦卑降服下来 成为一个感恩的人 你说神我真的没有所可夸口的 就在我的破碎 不完全 你的恩兴的神 你的恩兴地 我唯一能够夸的 就是主耶稣基督 让耶稣成为你人生的至宝 当你回头看的时候 你越多看见的是主基督 十字架的记号 在你的生命的里面 把你手放在心上 让我来为你祷告 父神我向你献上感谢 祝你来教导我们 怎么样真实的来看 怎么样正确的来看 你破除这个世界成功的价值观 就让我们不再需要 从人来的肯定 来找到我们的价值感跟安全感 让我们回到活水的泉源 我们唯一需要的 从头到尾一直都是你 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工作在我们中间 就说可以把你的手放下 我们仍然闭着眼睛 我要问我们在现场跟献上的 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 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 成为你个人的救主 而且今天在这篇信息当中 你感觉是我也是个骄傲的人 我渴望神能够帮助我在我的困难的里面 今天我要给你一个机会可以接受祂 也要请祂进到你生命里面 你的生命将永远不再一样 如果这是你的话 当我数到三的时候 你可以把手轻轻地举起 我要来为你祷告 耶稣要走进你的生命里面 改变你的生命 预备好了吗 不管在实体或者是线上的朋友们 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一 二 三 愿意接受耶稣的 可以把手举起 我要为你祷告 Amen Amen 让我来为你做祝福祷告 父神我向你献上感谢 为每一个举手的弟兄姐妹 我感谢你 父神你看见他们的心 向你打开 愿意邀请你进来 做他们的救主 跟他们生命的主 父神你这时候 用你的爱浇灌在他们的心里面 医治 恢复他们的心 祝你也开始 从今天开始与他们同行 与他们同在 感谢你耶稣 就我们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祝福 但愿主耶稣的恩惠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 同在 让我们每一次的祷告 都从自卑开始 让我们真实 遇见基督 那个自信 就不是依赖自己的自信 是站立在认识基督的信心的里面 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 祷告奉靠绝书的圣灵 阿们 阿们 把掌声荣耀给给神 哈利路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